大家好 It's coffee time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喝咖啡的一种方法 喝咖啡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从手冲咖啡啊 现做咖啡啊 瓜尔咖啡 各种各样 我们选择这种机器 这种机器呢 它是Nespresso的一个 胶囊咖啡机 它呢 我们选择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体积很小很方便 然后呢 它是用这样一个capsule 一个铝制的胶囊放进去 一键就可以做咖啡 这是我们看中的 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很简单很方便 另外呢 它的咖啡很新鲜 因为它是虽然不是现磨的 但是呢 它呢 磨好之后 马上就是说 放进了这个真空的铝管里面 所以它应该是很保鲜的 另外呢 它有一个压力 这个机器 它的压力呢 会把咖啡的里面的那个油啊 香料啊 全部打出来 那这个虽然机器很小看上去 很方便 但是呢 它和真正的这个商用的机器呢 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压力 那么 那么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 胶囊呢 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它有很多品种 像这里你看 呃 像这次呢 我们买的全部是那个 城市系列的 它有那个 呃 这应该是 呃 比亚兰 然后呢 東京 湘 湘 海 这个是什么 布鲁诺 埃里斯 还有这个 这个好像是 南非的开普顿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 斯特格尔摩 这个胶囊呢 它呢 它设计很精美 然后呢 里面的那个咖啡茶渣 用完之后的咖啡茶渣呢 可以用作肥料 然后呢 它的铝还可以回收 做其他产品 比如说 我们平时是通过这个袋子啊 这个公司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袋子 然后呢 把用过的那个咖啡呃 呃 胶囊呢 放在这里面 他们会回收过去 直接可以快递过去 然后呢 用完的那个呃 铝子 铝呢 可以回收利用 可以做成了咖啡杯 这是我们 呃 得到的他们的两个咖啡杯 他们有不同的颜色 非常漂亮 是一个隔热的 当中是真空的 另外呢 它还可以做成艺术饼 把那个咖啡 残渣拿走之后呢 我把它敲扁 可以做成一个艺术瓶 各种各样的形状 各种各样的那个色彩 啊 这是小灰 茶的花 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展示 它的很花艺 啊 另外因为这个设计很精美了 它的外包装也特别漂亮 像这个 它原来的包装是这样的 Nespresso 然后呢 嗯 有趣的是我们把这个每一次 就是说喝的不同口味的咖啡呢 我们都把它截下来 贴在这里 这是我们喝过的所有的咖啡的 那个品种 呃 组成了一个图案 非常漂亮 以后还会不断的增加 上面是我们的一个鸡汤吧 never stand still 它是那个 德国的一个 阿郎呢 恩随呢 的那个手表 我忘了中文叫什么了 好吧 这是我们的鸡汤 好吧 我们接下来开始泡咖啡 呃 是这样 首先呢 我们会在这里装进这个 饮用水 这里呢 是一个 呃 我们叫奶泡机 奶泡机呢 是用来打那个牛奶的 它可以加热 同时在打奶泡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加热和制冷 但是呢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呃 后到最后呢 我们用了一个替代瓶 一个替代瓶呢 是这个 这个是IKEA买的一个 一个搅拌机 可以打咖啡牛奶 鸡蛋 然后这个呢 八百块 这个呢 十块人民币 但效果呢 这个效果 比这个八百块的这个原装机器呢 会好很多很多 只需一点工夫时间呢 就会呃 打成质量很高的这个奶泡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泡吃咖啡 这个咖啡杯也是这个Nespresso 它自己的产品 呃 很漂亮的一个瓷器 很有 质地 很厚实感 很重 好吧 我们把 胶囊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有小杯和大杯 好 一般我们会比大杯稍微少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个杯子 比较少 我们会加一些奶 这样的话呢 用过的那个Capsule 就直接就掉到下面去 这个比较浓 它的咖啡的浓度呢 从一到十三 一公分十三级 这里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志 对 这个会浓一点 一般呢 我们会喝这个六 左右的 六到八左右的咖啡 对 对它那个小杯和大杯 都会自动停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会选择 比小杯多一点 大杯少一点的样子 我们相信 这个大杯 至今咖啡制度系列 是大杯 对 其实本身它是大杯的 就是说 然后呢 这个 打完了奶泡呢 加入咖啡 这个喝法呢 其实呢 是已经是那个 或者是Capsule 或者是 拉特 但是其实呢 比那个Capsule 和拉特呢 都会少一点奶 因为我们的杯子比较少 我们也喜欢喝的比较浓一些 好了 两杯咖啡就泡成了 这是拉花吗 嗯 拉花还没入门 经过不同的那个练习之后 不断的练习之后 我们会进入一个拉花的时代 好吧 请你享用咖啡 好了 咖啡制成了 呃 就这么简单 呃 这个咖啡器呢 体积很小 很方便 也适合放在房车上 呃 而且咖啡的品种 也非常的多 他们也不断的有新的品种 呃 发布出来 好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嗯 请关注我们